哇 她真是 不簡單 出汙你而不然 哈哈 就是 她有很多判決書都跟她有關 對 但是她都無罪 等她選立委的時候 我就抱她人稱最大的八卦 哈哈哈哈哈哈 你出來選 你出來選 我想聽 你出來選 我想聽啊 你今天出來選 江澤樹 我拜託你出來選 我真的有偷偷跟她講 哈哈哈哈 我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人就是 除了她的家人之外 每一個都有做一些事情 然後有被判刑 但這一群人裡面 只有江澤樹一個人沒有被判刑 全家都是根深人 對 就她這一朵蓮花 她的邏輯 她的處事哲學就是 不惹麻煩 遇到麻煩 我要比你更麻煩 那可惜遇到我 你最麻煩 所以她其實他們家 我那時候看一直有一個隱約的感覺 就是他們就是 簡配版的言清標吧 我被江澤樹告 她告我毀謗跟妨礙名譽 對 你先講一下 你跟她的過節 我講一下我跟她的過節 我跟你講這一定要好好的講一下 好 這故事是 哇好長喔 我還講錯了 對啊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就是呢 去年呢 我 年初的時候 就是有笑過一下那個誰 那個柯媽媽 是 因為她那個時候 柯媽媽就是巧遇那個 顏寬恆 然後一起吃飯 然後比了一個五嘛 對 然後我就笑 我就嘲諷她說 阿怎麼可能 就是 因為我有算那個距離 他們距離三百多公尺 對 兩個距離三百公尺 為什麼可以巧遇到 怎麼可能巧遇 對 然後結果我就嘲笑 結果嘲笑完沒多久 就過年的時候 我就收到民眾黨的大禮包 是 但是其實民眾黨的大禮包 這其實蠻合理的 因為三姐本來 她就是會送那種 就是禮貌性的 會送一些東西嘛 對 那就我 開箱 身為一個網紅 對 身為一個網美 大禮包 拿到最後就要開箱給大家看啊 那結果那個民眾黨的那個 就是民眾黨的那些成員 就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那個過年剛好要繳黨費 他們就講說 原來我們繳的黨費都被 四叉貓拿去了 都被拿去買大禮包 送給四叉貓 那我不爽繳黨費 導致你知道繳黨費之後 繳黨費率不到四成 好低喔 就超慘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一堆人跑來出征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不爽 我想說 就一個三結大禮包 你以為我很在意嗎 西漢嗎 我很西漢 那大禮包是什麼東西 就一些什麼 茶葉是不是 就是花生糖之類的 就是花生糖啊什麼東西的 就是一些農產品 因為他們有在做小農產品之類的 是是是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想這樣子你們也來出征我 好喔 來喔 要玩大家一起玩 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每天爆料一個民眾黨有前科的人 是 對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剛好提了50個那個 議員的候選人 對議員候選人 然後我就每一個出判決書 每個每天爆一個 這是大爆破 是 對我那時候爆了大概害 我最後害好像 害七八個最後就退選不選 有一個燒鳥毛的嗎 對有燒鳥毛的 還有誰啊 還有酒駕的就兩個了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些的就是 還有一個是出撞人的 對 好幾個大概七八個就不選 是 對好像講著講著講著 忽然就是 因為你一直在講台灣民眾黨 所以其實會有人會來爆料台灣民眾黨 槍關東西啊 對 然後結果就有人那個 跑來就是說 他們家剛過 坐上市 是 長輩過市了 是 結果那個領部呢 被那個薑和樹貼了一張很大張的貼紙 就不想簽名直接貼貼紙 因為你簽名可能還會排在後面 所以你貼貼紙直接貼在第一個 可以貼在最前面 就貼在最前面 好爛喔 然後他就很生氣啊 然後他還偷 他想要撕下來 撕不下來 吃掉快破掉 他很生氣他就把這件跟我講 是 那我就貼在臉書上 我就問說 請問一下 因為我沒有當過市議員 是 我不太確定就是 以市議員 跑這種 就是紅白鐵的時候 貼貼紙是很常見的事情嗎 應該沒有吧 後來結果有人有嗎 好像有 但是不多 有些人會蓋陰章 然後有些人會貼貼紙 是 然後但是貼貼紙的人 可是人家不想讓你貼 對 人家要尊重人家 對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你要貼 你問一下說我可以用貼紙貼嗎 而且是商家餒 對 是商家餒 然後結果 我那一篇文發完 我有算喔 大概40分鐘 嗯 江和樹就幫我架好靈堂了 喔 才40分鐘喔 很快 是喔 好快喔 他就直接架好靈堂開直播 結果放一個我的大頭罩 然後罐頭糖 罐頭糖啊 然後就寫一個地氣啊 對 就說要燒給我啊 讓我以後可以領這個地氣啊 怎麼樣 然後就開始 念什麼 類似念奏者 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之類的 是 就開直播 然後就把我罵得很難聽 哼哼哼 我就抄氣啊 對啊 我想說你是候選人 我平民老百姓耶 你質疑我 而且你講的又不是 又不是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啊 就是有發生的事情 而且他也不只候選人 他那時候好像還是 他是里長 他是里長 而且他還是民眾黨中央委 喔 對 是是是 他現在是台中黨部主委了 對 又越開越高 對啊 我想說 那我們平民老百姓質疑你 你說我攻擊你 然後就幫我架一個什麼靈堂 怎麼樣之類的 對 我就抄氣 我看完之後 我那時候晚上氣完之後 我就幫我自己做了一個告別式的影片 喔真的喔 我不記得這個 對 我就做一個告別式的影片 好像就說我要這一陣子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請幫我放這影片 請幫我放這影片 而且一定都是江和蘇海 哈哈 我就自己 我就自己我那天晚上就幫他放那個哀傷的歌嘛 然後回顧我的人生 喔 我好像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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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就是 對 就那個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有做 做自己告別式的 那你也很溫和啊 那他有怎麼樣嗎 然後就那天晚上就是 比較類似就是 自嘲 就說好 你幫我做那個靈堂 我就做告別式一遍嘛 嗯嗯 那我從第二天開始 我就開始翻他的判決書了 哈哈 我想說好你惹到我 我就來翻你判決書 我就 嗯 各種翻嘛 我就覺得說 哇 他真是 不簡單 出汙你而不然 哈哈 就是 他有很多 判決書都跟他有關 對 但是他都無罪 對 你要講嗎 我決定 我先決定講幾個嘛 好好來你講 他小時候的時候 賣盜版光碟 對 你有沒有盜版光碟那個 我跟你說盜版光碟那件事 盜版什麼武曲大帝國 你知道嗎 對 我看到的時候我在想說 哇好懷念喔 我小時候也買過 但是我是在CD店買的 沒有盜版光碟 賣盜版光碟這件事情很特別 其實他就可以看出他們一貫 江家嗎 不是還是謝家 因為他們家組成比較複雜一點 反正就是他們家的模式啦 盜版光碟賣是犯罰的嘛 對 然後他在夜市賣了之後 就被警察抓 然後就被送去 送去之後看到的證人跟檢察官都說 對就是江和樹在賣盜版光碟 是 結果檢察官起訴了之後 進到法院 他爸爸就改口 對 證人也都改口說 不是江和樹 是他爸 對 所以他就無罪 就變成他爸有罪 就爸爸出來冒名頂替嘛 對 對阿 我就先爆料這件事 我想說 哇 這爸爸好孝順阿 爸爸很孝順 對 然後結果就繼續再翻下去 結果 喔 幽靈人口案 對 他選里長的時候有幽靈人口 就 幽靈人口就是說 請自己的好朋友從 別的地方 牽過來 對 然後投票給自己 幽靈人口 對 那結果呢 最後 判決說 他都不知道 都是他老婆弄的 對 所以老婆有罪 他沒罪 所以老婆也很孝順 有老婆這算孝順 這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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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愛 這才是真愛 我老公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間堂 對 真的 而且他那個 社犯妨礙投票 是招判有期徒刑兩個月 然後是有一顆法經 跟緩刑兩年啦 所以 那個是 的確有判刑的 所以變成是真的 他的爸爸跟他老婆 都真的幫他頂了一個罪 對 都頂了 我們沒有證據不能說頂 他的爸爸跟他的老婆 都有犯罪 對 都有犯罪 不應該啊 講的書好好管管他們啊 對 管一下你爸跟你老婆 周圍的家人 怎麼都沒有做好 對啊 怎麼都差點害你 也已經差點被法官判了 糟糕了 我後來就是一天一報 後來 我報到第二天的時候 他有點受不了 他就出來說 他要向社會大眾道歉 對 然後我那時候很不爽 我想說 你要跟社會大眾告歉幹嘛 你要跟我道歉 對啊 你是跟我駕領堂 你不是跟社會大眾駕領堂 對啊 你道歉錯了吧 他道歉的原因是說什麼 說不應該要駕領堂 他是說那個 他說這什麼 我一點忘了 但是反正就分分的好像對社會大眾 浪費共眾資源 對大概這樣 好像要跟社會大眾道歉 我就很氣啊 啊穿內褲的是那一場嗎 沒有穿內褲是後來 對 然後我就很氣 我想說好喔 你不跟我道歉 我今天繼續報 嗯 我就報他那個用 我就說他是用腦袋撞錢 欸 來來來來來 對 這個就是他告我的原因了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其實上新聞都查得到 嗯 就是他的同母義父對不對 對 同母義父的哥哥 謝姓謝 對 然後就是有弄一個人力公司嘛 用一個人力公司 然後呢 他就是有用很多人的人頭 去申請那個就是詐領保險金 對 那他哥哥都有被判刑嘛 對不對 對 對哥哥有判刑 那他裡面 姜和樹跟他老婆呢 都有也有用那個他們的人頭 也有去申請保險 也有去申請保險 多少錢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的統計 總共 姜是75萬5773元 嗯 然後他太太是23844元 那有幾次 幫我看一下 就是他 總共被撞了幾次 總共 腦震盪的次數 算一下這邊 流行性腦 好我來數我來數 對幫我數 89年一次 然後 90年一次 90年兩次 90年三次 92年一次 92年兩次 92年三次 92年四次 92年五次 92年六次 就是 最後一次 11次 11次 我剛才數11次嗎 11次 好他老婆就不要理他了 對 所以他就是短 短時間每個月 一個一年多對不對 對 大概三年 大概三年 三年 撞了11次 對 三年撞了11次 那這樣的話 平均三個月一次嗎 三個月一次 我講一下腦震盪這件事情 好不好 嗯 腦震盪這件事情就是 基本上齁 如果有一個人 他到急診 跟醫生說 哦我剛剛摔車我頭撞到了 那看起來頭有點呆呆 或沒有也沒關係 嗯 但是他只要跟醫生說 他有受傷的歷史 有受傷這件事情 跟他覺得頭昏想突不舒服 醫生基本上就很傾向 也會直接幫他寫腦震盪 所以腦震盪是一個沒有明確的 客觀科學證據的一個判 一個診斷就對了 是這樣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的嗎 可以 就可以 因為 因為真的實務上面 臨床醫生是不需要 比方說做了電腦斷層 看起來沒有什麼狀況 他就會說 哦那你現在不舒服 可能是因為腦震盪的關係 那我判決書會幫你寫個腦震盪 嗯 這個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所以才為什麼會說 腦震盪看起來就很像是 盜領保險費 嗯 因為他要告我 他要告你 因為他沒有被判盜領保險費 是他哥哦 是他哥 他哥是壞 他就是開那個 就是人力派遣公司 那個就是外面 比方說有時候 噴棋會寫說什麼 殺死公啊什麼公的 那他開那個 我是講判決書的內容哦 這個不可以告我哦 對好 你照念判決書知道嗎 好我照念判決書 嗯 對照念就不能告吧 照念比較不怕被告啦 我先講一下好 他 你知道嗎 我這個請律師整理的判決書 就是 因為他那個周圍太多 周圍的人都太壞了 他出於你的 就是出於你的 就全家都有罪 就他沒罪了 就他沒有 他是全村的希望 全村就靠他了 好不好 先選里長 再選市議員 欸發到民眾黨了 發達了 好不好 現在台北市長部主委囉 厲害厲害 等他選立委的時候 我就抱他人稱最大的八卦 哈哈哈哈 你出來選 你出來選 我想聽 我想聽啊 你今年出來選 江和樹我拜託你出來選 我真的有偷偷跟他講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拜託你出來選 你也不想想你家人對你多好 你出來選我一定抱 哈哈 你這個就真的不對了 人對人 我跟你說你這樣不對 好 我講喔 江和樹齁他 我講一下他周圍的人 因為他們家是一個很大的家族 就是什麼 爸爸跟 同父異母 同母異父啊 那些很多 然後都住在一起 一個叫做謝俊龍 他是江和樹的同母兄弟 嗯 他犯的東西有第一個 懲治盜匪條例 第二個 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 又犯了一個我覺得最不應該的 是叫做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 這個是他犯法有被判刑的 然後 接下來就是跟江和樹有關的 是涉犯詐領保險金案 那這個是確定有被判刑 那他的同伙人是叫謝俊宏 是那個謝俊龍的弟弟 嗯 他也是犯了一堆什麼 肅清淹毒條例啊 麻醉藥品管制條例 等等等等 所以他哥哥都很壞就對了 哥哥很壞喔 他們兩個就是開這個 嚴厲判險公司 然後呢 然後我們的江和樹沒有被帶壞 江和樹就是 真的是好孩子啦 好孩子 好孩子啦齁 就會養烏龜 養烏龜 救小貓 對不對 對 好那江和樹的爸爸 他是犯盜版光碟 然後被判處 有期徒刑八月 緩刑三年 然後同樣涉犯本案的江和樹 最後是獲判無罪的 那我先講一個法律上的概念喔 就是 基本上你如果被 就是 就是有檢察官起訴這件事情 表示說他認為你是有罪的 檢察官才會起訴嘛 進到法院審理之後 可能 maybe證據不夠 或者是後面有 決定性翻盤的證據 那法院會判你無罪 但是判你無罪 不代表你沒有做這件事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律常識 對 就像我可能罵你一句話 對 然後你告我 但是法官覺得說 欸這個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算無罪 可是不代表你沒有罵 對我也是有罵 他也是有罵 對我們先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 陳之漢那個也是 好再講 有一個江家華 江家華是江和樹的太太 他涉嫌就是那個 妨礙投票那件事情 對啊 然後呢跟江和樹 共同涉犯詐領保險金案 有遭起訴 但是最終是禍判無罪的喔 我有幫你澄清喔 有被起訴 檢察官覺得你們有做 但是最後是無罪的 好最後一個 張永年 他曾經是這個 總裁人力仲介公司的員工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詐領的那個公司 跟哥做的那個 沒錯 然後呢 他也喔 怎麼都跟江和樹很好 他跟江和樹合夥開設 總裁檳榻攤 所以總裁人力仲介公司 還有分部 叫總裁檳榻攤喔 欸欸我補湊一下 總裁檳榻攤在台中 其實很大的連鎖店 喔真的喔 因為我那個時候 因為他弄我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起底他所有總裁的 那個檳榻攤的那個點 而且還有那個影片 很多間是不是 很多間 而且都是穿很辣的 有檳榻西斯那個照片 有檳榻會 我影片都有抓 對 他現在想要洗白都沒辦法 因為都背唇在我臉書上 總裁檳榻攤 沒錯 但這個就是他們就是一群的 他也是涉嫌妨妨愛投票 他就是其中一個有去幫忙找籤戶籍那些的人 然後一個叫許淑華 這個全部記得喔 總裁人力重建公司 總裁冰榻攤 有一個叫做大理區的這個 立德社區發展協會 他是裡面的志工 那江和樹是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本來是理事長 現在是他兒子 對 那我要先說這個協會 其實有做一件事你知道嗎 什麼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 他們之前有去抗議基地台 然後要拆掉 他那個 這個協會去抗議的 就是他帶隊去抗議的 等他選到市議員之後 他說 中華電信我們最近都收不到訊號 為什麼不算便宜一點 為什麼不再建一個基地台 對啊 他那個時候是用這個理事長去抗議的 身分去抗議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太多次重複反覆的腦震盪 會造成記憶力衰退 你要被告了 我幹嘛 我在醫學姿勢啊 不要太常腦震盪啊 對腦子不好 嘿 好那最後 最後就是 總裁冰榻攤的加盟店店主 他還是同樣涉嫌妨礙投票 所以招判有期徒刑兩個月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人就是 除了他的家人之外 還有跟這個冰榻攤一起的 然後跟那個 立德社區發展協會的營運是在一起的 這一群人其實 每一個都有 做一些事情 然後有被判刑 但這一群人裡面 只有江澤樹一個人沒有被判刑 全家都是根深人 對 就他這一朵蓮花 辛苦了 江澤樹一個人要 拉拔這麼多家人 真的是 辛苦了 根深人 有啊整個民眾黨有沒有 對啊 好 剛剛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啊 欸剛剛 就他們 就是那個 那個 他就是各種前科嘛 對 我就抱抱抱抱 我最後抱到這個 用腦袋撞錢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我就講了 我那時候就想了很多梗 就想 因為這個東西 判決書上面有的嘛 對 雖然無罪 可是上面就講說 他短短三年被撞了十幾次 對 然後我當然就說是 流行性腦震盪啊 用腦袋撞錢啊 是 那時候一直嘲諷他 新聞就一直出嘛 是 所以他受不了了 他就直接上電視就是跟我鞠躬道歉 對 他有跟我鞠躬道歉喔 哈哈哈哈 誓免 欸你這樣很不簡單 因為你放那個第三個影片 他之前在直播裡面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面對到麻煩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 我們不惹麻煩 遇到麻煩 我們要比對方更麻煩 他才不會再來 不然的話 他會一直找你們麻煩 對啊就是這樣 我們第一個 我們不惹麻煩 遇到麻煩 我們要比對方更麻煩 我跟你說我們 為了這次我們還翻他一堆直播出來看 他的邏輯 他的處事哲學就是 不惹麻煩 遇到麻煩 我要比你更麻煩 那可 那可惜遇到我 你最麻煩 我又沒有要選 我沒有要選 你要選 我就跟你那個啊 我每天都發一篇文 讓你一直被新聞洗 對啊 而且你那個時候跟他槓上 到最後其實有一點算是幫助我的關鍵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看一下那個 那個非無此事的那個新聞 第五張圖片吧 對 第五張圖片 你看 他那個 你那個時候跟他 他那個時候跟你鞠躬道歉 然後他那個時候鞠躬道歉 你看圖片下面的注釋喔 他說姜和樹今天就是 跟四叉貓道歉解釋 炸保案非無此事 但法院已無罪定驗 非無此事是什麼意思 就是 有這種事但是沒有罪啊 對 等一下 所以等一下 說文件 我跟你講這個新聞我問一下 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解脫我講一下 哼 就是他那一天還就是講說 你看 我真的真的 你看有一個傷 有沒有 在這邊 在這邊真的有吧 真的有被撞到 沒有所以 你知道這件事情很好笑 是因為 我相信姜和樹那個 我猜 我猜 他那個時候或許是要說 沒有這件事 可是因為他說非無此事 所以變成他跟記者的表述就是說 我跟 我跟四叉貓吵這件事 然後他 雙否定 雙重否定 就是 我有做這件事 只是法官判我無罪 的意思 對 所以你就是有做這件事 就真的有啦 那你就真的撞了十幾次啊 對啊好辛苦喔 對啊 真的有領了七十幾萬啊 辛苦了啦 所以說我不知道這七十幾萬 是有沒有留在他手上啊 有沒有跟那個冤獄 冤獄條例補償金一樣 買粽子去送別人之類 他之前做過 他之前坐牢 被那個流氓管制什麼的 就坐牢做了 好像二十幾天吧 對 然後後來就是說 那個他去申請冤獄 申請冤獄賠償 有成功 對 因為他之前有管訓過 對 然後還好他有申請成功 所以現在就變 他是 他們家唯一朵 白蓮花 對 沒有前科之人 就像陳之翰是沒有前科之人一樣 哈哈 然後什麼 螢幕消失了 螢幕消失了 我們看不到 粉絲的留言 不過沒關係我們繼續講 反正我們就沒有在看留言 反正我們繼續講 對 一拳處一 對就是因為我跟江和樹有這個淵源在 對 所以每次只要他有什麼事情 我都第一時間去嘲諷他 是 舉例來說他就是 偷 他就盜用那個賴家維 賴家維的 賴家維的名片 設計 一模一樣喔 對 真的是一模一樣 直接盜用 還有那個盜用誰 苗伯雅的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文宣 我兩個還兩個貼在一起 他是只有改名字 跟改地址 對 其他就一模一樣 就那個文案是每一個字都一樣的 不字貼上 然後呢 那時候苗伯雅 那時候他們就 因為苗伯雅去年還是前 就用快篩說 有見有還再見不難之類的 然後結果 講好書就用一模一樣 他就想學 然後結果被我踢爆嘛 然後我還take 那個阿苗 然後阿苗還很大方說 沒關係啊 我知道我們做的是好的政策 讓越多人學也是越好啊 他超好 對他超好 但是你也不要每個字不字貼上 對不對 哈哈哈哈 結果到今年呢 嗯 又是禮布的問題 是 又是禮布 來什麼事 阿就去年爆料說貼貼紙嘛 那今年就是那個 一樣就是商家又找上我了 又另外一個商家 不同商家 我還先說不同商家 不同商家 對 欸我要先解釋一下 呃 很多人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選過那個政治人物 不知道就是要跑那個流程嘛 是要跑那個商家 對 有些人呢 有些政治人物他會找一個 呃 主任 或是可能助理 對 住在那個 殯儀館附近 會住一整天 對 因為他可能就 因為殯儀館就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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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可能從第一間簽簽簽簽簽簽簽到最後一間 簽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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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簽14天放著的 那你放著的 你也要注意一下你有沒有簽過啊 然後他就沒有簽過 他總共他那個時候放了11天 就被簽幾次 被簽了6次 自己簽6次 柯文哲簽6次 就是他簽自己 簽柯文哲 然後簽自己 簽柯文哲 就這樣子每天路過就順便簽一下 總共簽了他12次 你有簽過你要注意一下 你就這樣子路過就簽一下 你以為你是簽連絡簿喔 就是去簽到的啦 表示每天都有上班啊 可是這樣不行啊 這樣人家就覺得說你很不尊重人家 對啊對啊 因為你有簽 因為你只要有簽是人家就知道說 喔你有看過或怎麼樣 是 他簽完他根本不知道說這邊有沒有來過 是 他就這樣子直接簽了12次 你簽12次沒關係 那你白包有沒有要包12包 欸欸對喔 欸他們這樣有包白包嗎 通常不會吧 通常不會白包 通常只是去致意吧 對致意啊 那你簽到12次你好歹給一點白包嘛 下次要包啦 下次要包啦 對啊 人家給你簽到12次 然後所以他才很生氣說 你看你全部都12次 嗯哼 這樣聽起來感覺是 感覺是江河說 欸我其實是一直在觀察 因為我被他告完之後 我就一直在看他的粉狀 我一直滑滑滑到前面 我滑到2018年的 黑粉才是粉 哈哈哈 黑粉是真粉 沒有我發現他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說他其實當里長跟他當議員 做的事情沒什麼差別 呃對其實 其實我跟你講 他其實很會經營當地 對 因為他其實有設一個粉絲團 我跟你講 不是粉絲團 他就設一個那個社群叫 我是大里人 嗯嗯 其實也是抄襲王浩宇當初的 對我是中立人 對他其實做 然後呢他開始用大量直播 就是開始弄自媒 就一個里長就開始在做他的自媒體 而且我跟你講成效是好的 對 而且你可能還不知道 他還有賴群 哦 賴群很貴餒 不是他有一個賴群組啦 哦哦哦哦哦 就是大里的賴群 就不是商業性的那種賴群組 對我有混進去 哦哦哦 對我有混進去 我還知道說很多內幕啊 那在裡面幹嘛 就發霧閨 就解脫 你在裡面解脫 我說姜德書在裡面幹嘛 我當然就在裡面解脫 我看到他講 我上次就有講啊 他就不認錯啊 就那個簽名那個啊 他那一部就說 我做的 他就覺得說 我做的這種事情 本來現在應該怎麼做啊 為什麼還要被攻擊 他就覺得說他這樣是對的 可是對商家來講 商家就覺得說你這樣子 很冒犯啊 對不尊重別人啊 本來就是啊 本來就是啊 對啊 可是他到底在內賴群做什麼 每天分享早餐 分享直播 呃就是 分享 然後那個講一些民眾黨的東西 然後把一些異議人士踢出去 所以裡面很純 裡面很純 純粉就對了 真的是剩下純粉 不夠純的都被他踢出去了 他是真的滿厲害的 因為他 我其實就一直研究他 他是15歲生小孩 對 然後好像39歲就當阿公了 所以他兒子現在也在 他兒子就是接我們剛剛說那個 那個協會的 協會的理事長跟里長 對 對啊所以他其實他們家 我那時候看一直有一個隱約的感覺 就是他們就是 簡配版的言親標吧 好像可以這樣 有一種感覺對不對 簡配版的言親標 地方勢力啊 想要培養 所以他現在是柯文哲在中部 他是台北中黨部主委嘛 他是在中部裡面 我覺得算是 跟渣的最深 互動最密切的一個 而且他也有良民證喔 跟陳之翰一樣 對 他也有良民證喔 有良民證的 你說像我們這種人 就不會特地去申請良民證 會申請良民證的都是什麼人 都那一些 就是有一些人講說 我有良民證 我有良民證 不要再說我聽到了 我有良民證 對啊好煩喔 我覺得超煩 我們一般人都不會講說 你看我 像我都會講說 我被告三十幾次 但是沒有前科 沒有一次成案這樣 昨天不只加告 我還敗訴 對不對 好爽喔 我們就嗆著這個阿 人家只會嗆著說 我有良民證 我有良民證 阿良民證怎麼樣 去跑外送阿 哈哈哈 是的 可以當保姆啦 阿當初那個誰 那個誰 那個顏寬盒 顏寬盒貼出來講說 阿我以後可以去 跑外送 對啊 好 那個貓貓哥我們講過 他跟江澤樹的恩怨之後阿 他就去準備 等一下要直播嘛 對 我們這邊看完 就可以去看貓貓直播 好 對 直接 等一下直接打 四叉貓愛滾動 是不是 沒關係你可以看完 對四叉貓愛 沒關係慢慢按這邊看完再過去 對 結尾我們都很準時結束啦 對 反正我今天也只會報那個 台灣民眾黨的更多的 更多的千科 所以我跟你講這 今年的選舉跟去年好像 我去年就是每天一報一個千科 對 現在又來了 對啊 又貼一個助理的千科 我覺得好煩喔 我覺得超煩 為什麼大家標準那麼低 有那麼多千科的政黨 為什麼不消失阿 其實我覺得我要先說 我覺得說 不是說更生人不能用 或更生人不可以加入政黨 對 然後可是為什麼會 那麼針對台灣民眾黨 是因為台灣民眾黨 他們在2021年 他們剛成立政黨 還沒開始就是 進入選舉的時候 因為他們上次選舉 其實 主要就是那個 政黨票嘛 對 就靠政黨票 對 然後其實他們區域幾乎 大部分敗就 你要說的話就已經高鴻哀 對 被我打上去的好不好 大家都說是我 你跟林根仁 對 都被我跟林根仁打上去 好不好 所以其實他們 你像浮龍王欸 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要正式做地方選舉的時候呢 因為 大家都知道他們空軍多 陸軍少嘛 對 所以就 怎麼樣有速成的陸軍組織 就是像江和樹這種人 就是找黑道 對 找黑道組織最快速嘛 對 那他們去找了以後呢 那當然 你兩年前是怎麼說 藍綠跟黑道掛鉤的 他兩年前那些對 那些發文都還在 對啊 就是講說他們就一直說 那個綠的跟黑道掛鉤啊 怎麼樣 那兩年後 我們用同樣的標準檢視 你每天檢視一個 對 就受不了 對 陳志涵就講說 你們為什麼不給更生人機會 對啊 啊你兩年前有給過民進黨交易機會嗎 有啊 柯文哲也說啊 他說他覺得民眾黨 像耶穌會啊 他在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那影片是我留出來的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那影片就是 他上個禮拜天 他們有舉辦一個那個 眾青團的夏令營 就是他們年輕黨工的夏令營 是 那年輕黨工夏令營 他其實就是上去要 因為其實年輕黨工他們就是 呃 就開始有一些疑惑了嘛 對 因為年輕一直看我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在做什麼這樣 對他們有一些疑惑說 真的有一直被我爆料什麼燒鳥毛啊 什麼東西的 又是那個討債的啊 是 那他們 結果他們 柯文哲就上去講 他還披著髮袍上去講 喔真的喔 就這個嗎 呃 不是這個 欸你們有在看我們嗎 呵呵呵 他就 他就那個影片呢 就披著髮袍就上去講說 就講說 啊我們有那個燒鳥毛 他自己也知道喔 他講燒鳥毛喔 對他有 他講燒鷹毛 他有那個燒鷹毛的啦 有那個高利貸的啊 可是齁 我發覺啊 那個壞人齁 跟在我身邊 都漸漸的變好 我理想中的那個 我理想中的民眾黨 就是跟耶穌會一樣 讓大家向善變好 好小美女可以鼓掌 有啊我就說 就是 之前那個蔡壁如講什麼 反正就是 黑道 黑道如果在別的政黨 或者是在外面 那個就是黑道 啊如果被民眾黨可以用 那個就叫更生人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是這樣花分的 呵呵呵 就是你一個人 呵 犯罪 但是還沒抓進去關之前 那段時間叫做 無罪推定 對 然後被抓進去關的 那個叫做 司法迫害 對 然後被放出來的那段時間 叫做更生人 呵呵 那是台灣民眾黨的用人標準 是 可是如果你是其他政黨的 同一個人 就叫黑道 就全部都是黑道 就黑道啊 全部都是黑道 對啊 所以後來我就把 我跟你講 後來把那個內部影片貼出來啊 是 結果一堆科本跑來留言說 我在那個斷章取義 我說你 科文者就這樣 就講說跟在他身邊的人 就越來越好啊 哈哈 我昨天爆料那個 我昨天爆料那個皮條客 呵呵 他2020年加入台灣民眾黨 是 然後接著就當上黨代表 是 還當上那個 2021年當上那個什麼 台灣民眾黨中央評議委員會 是很高階喔 欸那個很大耶 很高階喔 那可以決定整個黨的走向 對啊 好久 2022年拉皮條被抓貓 呵呵 越來越好 是不是 呵呵 我覺得是 科文的帶壞 進去學壞了啦 對 小欸 5 2 2 1 2 2 2